有位住在桃園新烏香大坡村的老师 经常利用网路来买东西 不过最近他却发现 有快递人员在配送商品的时候 居然在收据上面留了言 上面写着 别再买了大坡很远 到底大坡有多远 让快递都要留言呢 我们一块来看 来到大坡村 大路两边都是稻田 人烟稀少 感觉很偏僻 大坡国中的老师网购商品 居然还有快递在收据上留言 叫他别再买了 因为大坡实在有够远 我当时的情况是看到 就是非常傻眼 就想说 就是远的话 其实也不要写出来嘛 那写出来的话 一开始是不是非常开心 可是后来想一想 就觉得换个角度想 这个邮差他也是 就是调侃自己 就是蛮好笑的 李老师把收据po上网 引发热烈讨论 网友笑翻天 甚至还有桃园人 跳出来帮快递说话 他也觉得大坡村实在很远 搜寻网路地图 大坡村位在桃园县新乌乡靠海的地方 当地甚至连超商都没有 只有两家杂货店 距离省道约有三公里远 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五公里 开车大约十分钟 说他远 其实也还好嘛 但如果是从快递的集散地 炉竹箱出发 送货到大坡村 得开四十公里 要花五十分钟 难怪快递会哀哀叫 远归远 抱怨归抱怨 但快递还是使命必达了 留下这八个字 意外让大坡村在网路上爆红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